這個有個特別的一個界線嗎 有碰到什麼地方 什麼部位去提告的 在法院的一個認定裡面 我們有幫大家整理幾個特別的部位 所以說要摸的人跟被摸的人都要小心 仔細聽 比較多的一個狀況是這個 這幾個地方如果去有一個不當的觸碰 讓對方不舒服的話 基本上都會中 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擁抱 之前有一個很有趣的案例 就是有一個阿弟亞在台中 那她是看到了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去法國白吻巴黎 然後就是有一個 她就出現了一個idea 那我不要白吻好了 我就是來討抱抱 然後就跟路人說我失戀了 那你可以就是跟我抱抱嗎 她問完之後也沒等人家回答 就給人家抱上去 結果就被告了 還成立 然後後來她自己就哭哭啼啼出來說 對不起我做錯了這樣 所以說在擁抱的這部分呢 也都是會被做一個 認為是有情度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一個比較特別 就是說私密處 其實大家會覺得有一個疑問 正常會有一個疑問說 到底性騷擾跟性侵害 它差別到底在哪裡 我一樣是對私密處去做一個 不當的接觸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 他的案子就會很重 性侵害就是超重 性騷擾反而是比較輕微 真正的關鍵呢 是到底有沒有 施與強制力 施與強制力 對 如果我今天是性騷擾的話 我就是趁其不備 趁你來不及的時候 趁你來不及反應的時候 才有你來不及抵抗的時候 反正我就先做了 再跑 這就是性騷擾 那這個性侵害的話 強制性教的話 就變成說我今天做了 你已經抵抗了 那我用一個施以一個強制力的方式 讓你不能抵抗 我繼續去做 那就會是一個刑期很重的一個性侵害 所以說中間的這個刑期 差別差了很多 如果說我們講剛剛的這個 報報的這個案例好了 報報這個案例呢 他很慘 他不認罪 他認為說我只是一個國際禮儀 他不認罪這樣 就他被判了拘役50天 不能一顆罰金 他可以一顆罰金 但是他就留下一個千顆 而且現在有很多的這個 所謂的直播 大家喜歡想要做直播組 做一個主題 然後做一個專題 結果那個專題剛好上傳之後 當作那個證據 對 然後就變成說 你有一個性騷擾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這一塊都要特別小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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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